植树节这一天,高雄市农业局也在全市38个行政区同步举办发送小树苗的活动。 由于每一区分配到的树苗有限,因此一大早就吸引许多民众排队领取。 现在又正好是新冠肺炎防疫期间,区公所还为领取民众喷酒精消毒,要求填写资料,做好防疫的工作。 民众对于公所的用心都表示配合。 3月12号植树节发送小树苗活动上午8点半准时登场,全市38区同步发送。 左营区公所前一大早民众就大排长龙等着领取免费的小树苗。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植物,再加上小朋友我很喜欢,所以就特地早上在上班之前就快点过来领。 因为我很喜欢种树啊,我家里面就种了很多这些树啊。 每年的3月12号植树节,我们多来领,而且这个植树啊,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啊,对地球的保护,对水土的保护,非常的有意义。 这是我跟我太太啊,每年多早上我们8点,差不多8点之前,7点45就来排了,它8点半开始发,等了差不多45分钟。 高雄市农业局今年总共准备了22,800株的小树苗,包括罗汉松茅氏及光蜡树等三种树木。 民众按照顺序随机领取树苗两株,有人对罗汉松情有独钟,也有人喜欢独角仙的最爱光蜡树,反应相当热烈。 600株的树种,那一共有300株的罗汉松,还有200株的茅氏,以及100株的光蜡树,那民众非常的踊跃,7点多就已经在公所的广场开始排队。 由于今年刚好遇上新冠疫情,左营区公所也把领取的场所从大厅移到户外广场,并请同仁为民众喷洒酒精填写资料,全力做好防疫工作。 民众对于公所的用心除了肯定之外,也十分配合。 这样的防疫做得很好? 很好,很安心,每个人都保护自己啊,这样才会保护别人啊。 因应新冠疫情的防疫需要,那这次发放的场地特别由室内移到了我们的广场,那民众一早呢, 就来排队,并且配合防疫,留下姓名跟联络电话,并且我们会为民众量测体温及酒精消毒,民众的配合度都相当的好。 短短半个小时,数百住宿苗全部被索取一空,农业局希望借由活动倡导众树爱地球的观念,以实际行动支持生态环境。 记者王思武采访报导。